如果為了生存 要先經過可能一落就會沒命的地中海 你又敢不敢搏一鋪? 無論多危險,總有人會放手一搏 幸好同時亦有人想把他們保送到安全的地方 不少醫生、醫學生當初行醫想做毒醫時 都有個心願想做人道救援 本身行醫超過10年的Janet 在做醫生無奈,就注冊了做香港紅十字會的義工醫生 曾經參與過2015年尼泊爾大地震的救援工作 到今年,她再向高難度挑戰 在7月份,她參與由SOS Mediterrane 和紅十字會國際聯合會的Ocean Viking救援船行動 整個行動超過一個月 救援船由意大利西西里島東面港口出發 沿著最危險的中地中海路線 拯救在北非逃難的難民 看哪裏有叫救援 通常都是SOS信號 又或者是看到一些巡邏機、巡邏船 可以出沒多些 那裏可能不需要救援 其實地中海真的很大 我們試過收到求救訊號 家裡我們開始去了 但是我們預計8個小時後才去到 這裏就來到我們的 沿著地區 這裏就是進入我們Cavin 我們組織住的地方 這裏就是工作的地方 可以大家看到有隻跳山艇在上面 這幾天我們就不斷地做一些練習 看看如何將我跳山艇 還有效率地放進海裡 當見到難民 才會有團隊用救生艇 將難民載過去救援船 之後就到Janny醫生出場 最基本就是基本 甚麼事都沒有的人上來 要給的東西 就是每天都會帶一個 醫生給他們 雖然他們是不帶的 結果 因為習慣了 他們不習慣帶 而且真的很熱 如果一些病人 拯救了上來的人 有COVID怎麼辦 其實那個船 是沒有設施去隔離的 因為我們有一個 美衣服 其實都是一個貨櫃 而且人們也不太乖 你叫他在貨櫃裡 他不太乖 他不太乖 他最主要的問題 就是我人生安全 我終於得到自由了 COVID 隨便 他不會覺得這件事太重要 其實你有這麼多東西 就這麼多東西 你沒有突然間訂購 我們有一條這樣的帶 其實是放在船上用的 如果那個人上來 那個樣子是很累的 好像很病的話 我們就撕一條掛在他的頸上 即是怎樣可以 遇到他 翌日又可以立刻找到他 就是放一條在他 由於地中海太熱 不少人被救上來的時候 都會脫水 亦都因為怕踩爛脹皮艇 難民逃爛的時候 通常都是赤腳 所以腳亦會慘釘 流龍受傷 又或者在船上 我們很普通的叫Fuel Burn 當海水和電油 即船的電油混在一起 就會有刺激性的物質 坐在船上就好像燒傷 整個屁股都燒傷了 救援船在短短兩天 已經救了五隻遇險船隻 總共有387人 當中以男士為主 婦女和小朋友大約只有40個 盡量救到最多人之後 Janny和團隊便要找安全港口拍案 但原來找地方上岸都不是意思 他們問了最近的馬爾他和意大利 但等回覆都等了整個星期 這段時間 船上的大廚會開始煮淡熱飯 還有其他娛樂 等獲救的人時間容易過些 最終全部人在意大利薩萊諾登岸 為了這次救援 雖然Janny用了六個禮拜假 雖然她行動之後 自己都中了COVID 但對比幾百條人命 這些又有所謂 有一個九歲的小朋友 上來的時候 跟媽媽上來 我們發現她是龍啞 只是說話又聽不明白 有一天我戴著Apple Watch 她在玩錶 很玩 按到那個按鈕 是電話的 按到我的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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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奇怪 這不是龍啞嗎 我發現她不是真的龍啞 但她已經九歲了 沒有人發現 在她成長的環境 沒有人 沒有這個資源 去真的做測試 看看她究竟是約定了多少 怎樣去幫助她 大家就接受了她是龍啞 她沒有教育 她是這樣的了 這輩子 但我希望 如果她真的 在地中海 去到一個更好的環境 發現到原來她是聽到話 其實她一輩子就很不同 可能你會說 要做醫生才可以參與救援 但其實除了Janny之外 整個救援團隊 都做好自己職責 才可以救到這麼多人 大難當前 每個人都一定會有自己的崗位 你任何一個人出去 救到人 救到誰都是有用的 但每個人都是重要的 忠誠 得不及 排隊 從到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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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 都沒有用進去 為人或民族